咱们今天来说说 2017年发生在宁夏银川的一桩杀气案 17年12月13号 已经是年底的时候了 银川市金凤区警方 接到了一个报案电话 报案人呢 叫朱林 这朱林说呀 他从12月3号开始 每回给他母亲打电话 他的母亲的手机要么是关机 要么是不接 一直啊就联系不上自己的母亲 心里边不踏实 他的母亲呢叫苏华 为什么隔了十天才报警呢 因为找不着自己的母亲 他呢就把电话打到了父亲那 不过父亲可不是亲生父亲 朱林的继父叫何新宇 朱林在电话里面就问自己这继父 我妈呢怎么也不接电话啊 何新宇就说呀 嗨 我们俩呀 三号那天起了点争执 你妈呢 想要出去放松放松 我就把他送到了火车站 他去西安了 据这何新宇说 他把这苏华送到火车站 看着这苏华上了去西安的火车 何新宇呀 还担心朱林不信的 特地拿出来了一条微信 上边显示 是12月6号 苏华给他发的消息 上面是这么写的 老何 我这次与你赌气出门 与同学转了些地方 多次拒接你的电话 同学劝我 我也想起 不管我给你怎样生气 或发脾气 大声喊叫 你都忍受着让着我 家中的家务 你都主动做 我常为说些话纠结 动不动 就任性发脾气 你都让着我 可是朱林看到这微信消息之后 更有疑心了 他怎么也无法相信 自己的母亲会跟自己这继父 这么客气啊 甚至有点低声下气的了 因此这朱林报案之后 警方立刻派遣刑侦阵队的警员 到何新宇和苏华居住的小区 进行调查 这一查监控录像 这可不得了 有了重大发现 何新宇在12月4号上午11点左右 曾经出去过 并且带回来了一大包的卫生纸 12月4号也就是3号 苏华失踪之后的第二天 根据监控录像 警方只发现何新宇 一个人进出的画面 没有看到过苏华进出的画面 为了找到苏华的下落 警方呢 也针对何新宇的说法进行了一个调查 何新宇不是说6号送苏华去西安了吗 于是来到火车站 调取了火车站的乘车记录 并没有发现苏华的购票信息 至此苏华的失踪 很可能跟何新宇有关 警方呢 依法逮捕了何新宇 立刻对他进行了审讯 一开始啊 何新宇到了公安局之后 极力否认自己的罪行 还试图用伪造的聊天记录逃避责任呢 但就这点小把戏 瞒不了这些刑警 都破过多少案子了 什么手段没见过呀 随着警方调查的深入 这才意识到 这是一起令人毛骨悚然的杀人分尸案 那到底怎么回事 得从12月2号说起 2号晚上8点左右 苏华呢 很疲惫的回到了家 为什么疲惫呢 因为苏华白天呢 出去跳芭蕾舞去了 回家之后呢 跟自己的丈夫何新宇 又因为琐事吵了起来 这何新宇跟苏华呀 是半路夫妻 关系呢 也不融洽 他俩之间呢 始终有一个矛盾点 这回吵架 也吵到了这主要矛盾上 就是房产证的问题 结婚之后 何新宇 没有改房主信息 就房产证上 还是何新宇 前妻的名字 何新宇呢 跟前妻离婚之后 苏华心里边啊 始终挺介意的 他认为俩人已经分开了 就应该彻底断绝关系 只要房本上 还有前妻的名字 苏华就感觉 我在家里就是个外人 俩人就因为这事 争吵的越来越频繁 俩人别看在家里边争吵不断 但是在外人眼里 这是模范夫妻 俩人结婚呢 其实也有不少年了 最早的时候 这何新宇 是宁夏博物馆的一个干部 而苏华呢 通过应聘 成为了博物馆的一个临时工 是做会计 这么着 何新宇就认识了苏华 俩人正好又结束了前一段 并不愉快的婚姻 俩人乍一见面 也有点一见钟情的意思 很快啊 俩人就谈起了恋爱 尽管岁数不小了 但也算谈恋爱啊 互相都挺满意 没过多久 就步入婚姻殿堂 组建了家庭 这两口子生活条件不错 并且呢 志趣相投 闲着没事的时候 年年都出去旅旅游去 甚至苏华的儿子朱林 都认为何新宇和自己的母亲苏华 这么多年 还是非常恩爱的 不过俩人的恩爱 那都是表面现象 背地里边这么多年 他们一直是争吵不休 甚至何新宇还多次对苏华动手 苏华有一个朋友说 2017年春节的时候 一天晚上 苏华就穿着一件睡衣 大晚上的 并且还是冬天 坐在楼底下的座椅上 给这朋友打电话 让朋友呢 下来陪一陪自己 这朋友下来之后 一看见他 哟 怎么了你这事 就见苏华那眼泪 巴达巴达往下掉 苏华呀 就跟他说 嗨 跟老何吵架了 嗨 夫妻俩吵吵架 这不正常事吗 你赶紧回去吧 外边这么冷 我不敢 我害怕 这么着 这才跟朋友说起了何新宇 只要跟他吵架 就会动手打他的事情 不过呀 这是苏家人 或者说苏华亲友这边的看法 而何家人呢 是另外一个看法 何新宇的姐姐就说 俩人矛盾的主要源头是苏华 说苏华呢 是一个控制狂 何新宇什么时候出门 什么时候回家 苏华都会严格的限制 每天也会查岗 会查何新宇的手机 看他的聊天记录和通话信息 如果苏华发现何新宇 跟别的异性聊天 那放心吧 苏华不光跟何新宇吵 也得跑人通话对象那 去跟人家又吵又闹的 而且何新宇每回出差 苏华都得跟着 即使何新宇的单位 明令禁止携带家属 但苏华不管不顾 你一个人去 我不放心 我就得去 而对于这个说法 苏华的家人也有话要说 说苏华为什么对何新宇这么严格 是因为何新宇 又过出轨前科 何新宇退休之前职务很高 退休金也不低 还开着一辆大宝马 经常有异性主动的跟他接触 哪怕好多年轻小姑娘都愿意跟他 何新宇呢 也不是能控制住自己的人 抵挡不住这种诱惑 每回出了鬼 苏华一发现 俩人就大吵一架 而何新宇 每回都知道自己理亏 就会给苏华写保证书 这样的保证书 苏华收了是一封又一封 但这保证书 他任何保证作用也没有啊 这何新宇还是屡教不改 正因为有了这些事情 所以咱们才说 夫妻俩是表面和谐 背地里面他们的生活 那也算是一地鸡毛 那为什么这一次争吵 最终这何新宇就要动手杀人了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了 案发这天晚上 这苏华呢 白天出去跳舞去了 晚上挺累 回到家之后呢 又因为生活上的琐事 跟何新宇吵了起来 何新宇呢 这一回吵架 也吵得心烦气躁 后来啊 是怒火攻心 看见桌子上 有一个那铁锤子 那锤子是平时用来砸核桃用的 何新宇当时啊 也失去了理智 我让你跟我吵啊 我让你永远都跟我吵不了 他呢 就担心杀害苏华的时候 苏华的叫喊声会引起邻居的注意 于是拿了一毯子 蒙在了苏华的头上 用尽全身的力气拿铁锤朝着苏华的脑袋 咚咚咚 就敲了十几下 敲完之后 这何新宇冷静下来了 但苏华已经死了呀 大铁锤子早脑袋 那谁受得了啊 这要是别人之前没杀过人的 一看见死尸 得紧张啊 得害怕呀 但是何新宇不怕这个 为什么呀 他之前的工作 就经常跟尸体 跟白骨打交道 您各位说了 那是干什么 在殡仪馆工作 还是干警察的 干大夫的 都不是 他原来呀 是博物馆的一个干部 年轻的时候呢 就专门做考古 您各位想啊 考古人员 那件尸体 见的白骨 不计其数 所以他看见苏华尸体之后 心不慌 气不乱 很冷静的处理了苏华的尸体 冷静到什么程度 案发之后 何新宇就坐在苏华尸体旁边 整整一宿的功夫 没干别的啊 就在琢磨着 我该怎么样 才能做得悄无声息 天还没亮 就开始洗衣服 洗苏华那些沾满血的衣服 还有自己被剑上血的衣服 随后把这些衣服 跟大包小包的垃圾混在一起 扔进了小区的垃圾桶 但他也做好了最坏的准备 如果真被发现了怎么办 以命抵命呗 他呢 给自己的亲生女儿 汇了五千块钱 还给前妻打了一个电话 关心了一下前妻的身体 关心了一下自己小孙女的情况 之前这何欣宇啊 脾气是比较暴躁的 那么一个倔老头 前妻也好 女儿也好 其他的家人也好 都挺纳闷 怎么突然一下子这么温柔了呀 何欣宇打完电话 感觉这后事算是差不多了 就跟平时似的出门买菜 然后上班去了 何欣宇啊 甭管见着谁都说苏华自己去西安 放松心情去了 去旅游去了 为了让他这个说法更有说服力 他甚至用苏华的手机 在朋友圈里边发各式各样漂亮的风景照 还在朋友圈里边转发各式各样的文章 甚至还用苏华的微信和别人聊天呢 为了躲避嫌疑 还用苏华的账号给自己发送消息 就是描述啊 这几天我在西安如何如何 所以苏华失踪的这几天里 大家没有发现异常 一方面做着这些事情 一方面 这何欣宇还想着 这尸体该怎么处理 如果直接扔了 这都2017年了 肯定会被发现呢 尽管这是冬天 但是尸体他也会腐烂啊 到了8号的时候 何欣宇一进家门 就闻到尸臭味了 看了看苏华的尸体 已经开始腐败了 并且腐败的挺严重了 本来想着呀 找个僻静地方 把苏华给埋了 可尸体太重 何欣宇又一老头 一个人也搬不动 于是厨房 找来踩刀 对着苏华的四肢 一刀一刀的就剁了下去 何欣宇 戴上口罩 把苏华的尸体 就给肢解了 把这些尸块啊 装进了编织袋 接着 把地漏打开 花洒也打开 不断的冲洗卫生间里面的血水 然后 专门买的空气清新剂 整整一瓶啊 可都喷完了 就想着掩盖 那股子湿臭味 随后何欣宇 把尸块 藏在自己汽车的后备箱 开车 来到了他内蒙古老家 马家滩村 进入内蒙古之后呢 一边走着 一边把作案工具 就扔在路边的小河小溪里 最终 在老家祖坟旁边的山坡上停下来 用铁锹挖了一个大坑 把尸块跟作案工具 一起扔进这坑里 等这坑被填平之后 这何欣宇 这才踏实下来 离开之前呢 还特意捡起一根树枝 仔细的清扫了现场 自己的鞋印和车轮印 确保不会留下任何的痕迹物证 做完这一切之后 他的实施的 回到阴川自己的家里 但苏华这么多天 咬无音信 不光孩子着急 其他的亲友们也着急呀 苏华的嫂子 多次拨打苏华电话 始终接不着 他这才联系何欣宇 也质问何欣宇苏华哪去了 可何欣宇甭管跟谁 就是一再坚称 他去西安旅游去了 不希望任何人打扰他 苏华的嫂子呢 又联系了苏华的儿子朱林 朱林这几天也有疑心呢 得了吧 我先上门看看去吧 朱林住的地方 离何欣宇家也不远 开车也就是十几二十分钟 十二月十二号 专门买了一些礼物 到了门口 还用之前那老密码 开门呢 哎 结果发现 之前的密码失效了 换了密码了 等门敲开之后啊 哎 这何欣宇还是那个说法 你妈去西安了 朱林这才报答案 根据何欣宇的交代 警方呢 也挖掘出来了苏华的尸体 最终经过法医鉴定 苏华死于颅脑损伤 警方前前后后 经过一年多的调查 根据何欣宇的供词 掌握的资料 最终将案件移交给检方 2019年1月9号下午3点多钟 银川中院对何欣宇杀人分尸案 展开了第一次审讯 但在法庭上 这何欣宇真是一再突破底线啊 没有丝毫的悔改 甚至还当庭翻供的 他说了 我杀他 这是酒后行为 当天我们俩吵架的时候啊 我是想拍拍他的屁股 因为之前我俩吵架 我只要拍拍他屁股 我俩就能合伙 我当时因为喝多了 意识模模糊糊的 这才拿起了锤头 控制不住情绪 这才激情杀人 那自然而然 法官得问他呀 那照你这说法 你打完他之后 为什么没打急救电话啊 何欣宇说了 我之所以没打呀 他是我害怕看见尸体 你看 咱之前才说了何欣宇处理尸体的时候 无比的冷静 这回他又说他是害怕看见尸体 他这一切都是在为自己辩解 他知道 要按照之前的供词 他肯定会被判死刑啊 因为何欣宇供词 前后不一 庭审 进行了三个多小时 还没结束 按照相应的法律法规 法官呢 只能宣布案件 延期处理 直到2017年7月份 媒体呀 才报道了最新的消息 关于何欣宇提出 他没有杀害苏华的 主观故意的辩解意见 严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经过调查 法医学尸体检验意见书 与被告人何欣宇的 供述等证据相互印证 证实被告人何欣宇 持铁锤 击打被害人苏华头部 在苏华倒地之后 何欣宇既没有施救 也没有拨打120急救电话 而是继续手拿铁锤 多次打击苏华头部 后将苏华尸体肢解 被告人何欣宇的行为 足以认定 他主观上 有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 所以他的辩解 不予采纳 而何欣宇呢 还提出他有自首情结 经过调查 公安机关出具的 道案经过 以及情况说明 证实在公安民警 经过调查 发现何欣宇 有重大嫌疑 对他展开讯问的时候 何欣宇才承认了 他杀害苏华的事实 所以他也不具备 主动投案的条件 不构成自首 最终何欣宇因涉嫌 故意杀人罪 被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一审判决之后 何欣宇又提起上诉 2019年12月份 法院做出了终审判决 本案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 何欣宇犯故意杀人 且情节特别恶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232条规定 判处何欣宇死刑 立即执行 2020年初 在收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 死刑核准之后 何欣宇被依法执行死刑 咱们来说一下 1992年 发生在辽籍禁忌的 系列杀人抢劫轮件案 1992年1月10号22点 辽宁省昌图县 聂喜春一家呀 刚刚的睡下 但是他的爱人汪淑玲 还没睡着 就这时候 屋门突然被人给拽开了 两个黑影闯进屋来 随着灯被拉亮 他看见了两个 凶神恶煞一般的男人 站在他的面前 这俩人呢 一高一矮 高的呢 三十多岁 一头染过的卷发 两个眼睛的外眼角啊 向外翻翻着 留着稀疏的八字胡 眼睛阴沉沉的扫尸着屋里 旁边的小个子 比大个儿 年龄要小一点 站在稍后的地方 一双小贼眼睛不停的眨巴 他们的手里呢 各自拎着一把尖刀 大个儿盯着睡在中间的聂喜春说 有钱吗 借点 一边说呢 还从门边上捡起一根一寸多粗 一米多长的铁棍 在手里掂量着 这聂喜春就回答 没钱呢 大个儿二话不说 抡起铁棒 重重的砸在聂喜春的头上 这王叔林吓坏了 赶紧就伸出手去拦 别打了 干嘛呀 他的头上 也立刻重重的挨了一铁棍 一声 不响的 就倒了下去 接着 这铁棍子 又一下 一下的落在他头上 带起来的血 甩的屋顶和墙壁上 一片的星红 大个儿子的目光 又落在了聂喜春女儿的身上 这个不到二十岁的小姑娘 被眼前的事给吓呆了 见大个儿子向他走过来 赶紧说 你们别打了 我给你们拿钱 然后呢 从一个箱子里 拿出七八十块钱 递给大个儿子 大个儿子接过钱呢 又一把扯烂了他的背心 扒掉了他的内裤 扔到床上 然后啊 这两个人 把这个姑娘给轮奸了 发泄完授欲之后 两个人又用砖头 狠狠地砸了一家三口的头部 消失在黑暗当中 第二天早晨起来 聂喜春女儿的朋友 去他们家找他 发现这满屋子都是血呀 聂喜春夫妇早就没了气 他们的女儿呢 尚存一息 后来 在医院抢救 无效死亡 案发的第二天 1992年1月11号 晚上11点左右 这两个黑影 又出现在了 距离聂喜春家 将近200公里的 辽宁省府顺市 顺城区 金城根家的门前 他们轻轻地敲门 把金城根 从梦中惊醒了 他觉得很奇怪 这都几点了 怎么还会有人敲门呢 可是 不断地敲门声 让他没法继续思考 他披上衣服 走到门前问 谁呀 公安局的 检查 金城根呢 没多想 伸手打开了门 还没等他看清来人 这门一下被撞开 紧接着他的头上 重重地挨了几下 倒在了地上 他的妻子金凤叔 听到了外屋有声音 刚要问怎么回事呢 屋里就冲进了两个人 用刀啊 把他逼在被子当中 不能动了 大哥子问他有钱没有 金凤叔惦记着丈夫啊 听到这话赶紧说 有 我给你们拿 然后 拿出来八十块钱 递给大哥子 他接过钱之后 脸上 又出现了一丝银笑 两个人 把金凤叔摁在床上 要强奸 金城根的儿子金学海 疯了似的冲过去 这小个子 抄起棒子 狠狠地打在了金学海的头上 金学海倒下之后 两个人 轮奸了金凤叔 把一家三口 绑在床上 又用木棍 狠狠地敲了他们三个的脑袋 之后 扬长而去 第二天的上午 附近的乡亲们发现之后 赶紧把金家三口送到医院 金凤叔和金学海这娘娘脱离了危险 金城根因为伤势过重 在二月十号死亡 一月十二号 晚上十点半 这两个人又来到了 辅顺市清源县八家村 两个多小时之后 辅顺市公安局接到报警 八家村发生了强奸抢劫杀人案 经过现场勘察 发现村民曾献财和他的母亲王羽荣 刚刚死去 公安机关迅速行动 沿路追捕凶手 凌晨三点的时候 一路民警路过清源镇新村街满意商店 大开的店门 让他们觉着很不正常 进到店里之后发现 店主冷服人浑身是血 靠坐在西墙上 他的妻子郭春艳 躺在炕上的一大片血泊当中 已经死去多事了 而这个时候 曾献财的妻子徐淑梅 和他两个女儿 躺在床上接受抢救 凶手是在他们三个人面前 杀死了曾献财和王殊荣的 幸免一死的徐淑梅 被打得眼球外露 三个女儿中的两个被轮件 剩下一个没有被强奸的 年仅14岁的小女儿曾静 被凶手中击头部之后 送到医院不久 就死亡了 两天的时间 辅顺市发生了三起特大凶杀案件 六人死亡 三人重伤 三人被轮件 面对辽宁铁岭昌图县 辅顺市清源县和顺城区 发生的四起杀人案件 辽宁省公安厅刑侦处非常重视 立刻派人到当地调查 得到的反馈 是四起案件非常相似 符合串并的条件 处长刘振江 立刻布置辽宁公安 以两室作为重点区域 进行摸牌调查 但是没想到 凶手早已经就跳出了辽宁省了 1月13号晚上10点半 吉林省吉林市五四公司的工人 王德正在屋里坐着 突然就闯见了俩人 拿匕首顶住他的胸口 跟他说 坐下 别动 不然捅死你 王德害怕呀 他不是坐下了 他直接趴下了 两个人把他捆绑起来之后 问他屋里还有谁 王德回答说 郭卢公陈振喜还在 两个人就冲进屋里 把陈振喜也给绑住了 然后从王德和陈振喜的身上 抢到了三百多块钱 骑了一辆自行车之后 扬长而去 1月14号的傍晚 长春二道河区附近的大坝上出现了两个黑影 长春市石油商店的工人李福财 骑着自行车沿着大坝往家里边赶 突然这黑暗当中就伸出了一只手把他给拽住了 李福财和自行车一块失去了平衡 重重的摔在地上 他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 直接就被乱刀给炸死 之后 凶手把他的尸体塞进了一个沙坑 又推上李福财的自行车 向火车站走 第二天中午 几个孩子发现了李福财的尸体赶紧报案 但是这时候凶手又已经离开了当地 1月16号的晚上 辽宁省海城市中小镇前小村 一高一矮两个黑影 沿着铁路线来到了村边上 他们俩在村子里边溜了一会儿 发现呢 有一家里只有老两口 就想选定这一家过去抢钱 这家里住的是焦老汉和焦老太 焦老太呢 嫌家里边的大黑猫啊 太闹腾吵 就把这猫撵到了院子里 没想到这么一个举动 竟然把在院子外边窥视的两个黑影 给吓走了 但是他们俩不甘心呢 又开始在村子里寻找其他的目标 二十点三十分左右 村民齐冲魁和爱人韩秀娟两口子 带着孩子呀 已经睡下了 突然这门一声俱响 俩陌生人冲进屋来 齐冲魁刚要站起来 一把明晃晃的斧子在他眼前一晃 告诉他别动 动就砍死你 这齐冲魁不敢动了 大哥子还是问有钱没有 齐冲魁说没有 大哥就拿斧子砸了一下他的头 齐冲魁啊没办法 只好把身上的两百多块钱 还有手表都交给了大哥子 大哥子接过钱之后呢 叫齐冲魁头朝礼趴在炕上 然后用一根电线把他捆住 把他的妻子韩秀娟拖过来 轮奸了 之后又把韩秀娟和几个孩子 用电线绑好了之后 骑上了齐冲魁的自行车 走了 俩人没走多远 又来到了萧韵泉家 这时候啊 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了 这一家一片寂静 萧韵泉住在东屋 他的妻子高云秀呢 住在西屋 大哥子一脚踢开房门 朝高云秀的西屋闯过去 这巨大的声音把高云秀惊醒了 他还没明白怎么回事 屋里的灯被人点亮 一把明晃晃的斧子 就奔他脑袋上砸过来 高云秀很快就倒在了血泊里 东屋里的萧韵泉 也已经被小个子用菜刀给逼住 大哥子闯进来 用绳子把萧韵泉捆住 两个人一通的翻箱倒柜 只找到了四块钱 拿着这四块钱呢 他们俩逃走了 在逃跑的路上 俩人忽然看见前边 还有一家亮着灯 他们直接就冲进了院子 这是村民齐武昌的家 这天晚上啊 齐武昌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妻妹 正在忙着赶缝纫活 这大门咚一下被人踹开 两个男人闯进来了 大家伙都愣了 但是齐武昌马上被人打晕 三个女人被这场面彻底惊呆了 齐武昌的妻子翟庆裕 本能的呀就拿着剪子冲过来 被大个儿一下打翻在地 之后他们俩把四个人捆起来 却只找到了十块钱 连夜逃离了本地 1月18号晚上 辽宁省锦西市公安局接到报警 在铁路沿线发现两具男尸 民警赶到现场之后 发现这两具尸体并排躺在一处 不是很深的土坑里 分别是二台子村的田庚文和张树辰 这两个人都是身中数十斗 这些创口啊 足以让他们死个十几回了 第二天上午十点 公安机关正在勘察现场 没想到二台子村的治保主任 又匆匆的赶过来 惊慌的报道说呀 村民官学书一家三口 都被杀死在家里了 前一天晚上 田庚文在路上行走的时候 被一高一矮两个男人给拦住 问他有没有钱 田庚文说着没带 就被两个人刺上了腿部 正巧这时候张树辰骑着自行车路过 俩人就逼着张树辰 用自行车驮着田庚文 向远离公路的田间走 等走到一个比较荒僻的地方 他们俩呢 就把田庚文张树辰分别刺死 扔进土坑里 之后推上张树辰的自行车 向附近的一个村庄走去 他们俩呢 来到了一个小院前边 这里边呢 住着香炸钢厂工销科科长 官学书一家 俩人钻进院子之后 分别找到了一个掘头和一个木棒 他们美人手里呢 还有一把刚杀过人的尖刀 俩人毫无阻拦的闯到了屋里 官学书夫妇俩正看电视呢 看见陌生人进来感觉很茫然 大个儿还是那句 借点钱话 官学书说没有 这大个儿抡起掘头 照着官学书脑袋上就是一下 官学书的爱人郭贵分 这吓得叫起来了 小个子照着郭贵分的脑袋上 也打了一棒子 官学书一看来者不善呢 就说得有钱有钱 就赶紧从抽屉里呢 拿出一大打钱交给大个儿 这时候 他的十九岁的儿子 光国栋进了院 大个子转到门后边躲起来 等官国栋进来啊 照着脑袋就是一掘头 把官国栋打死之后 又把官学书夫妇打死 之后 推上官国栋和张树辰的自行车 这俩人又一次消失在了夜幕里 1月21号晚上 他们俩又来到了辽宁省营口市山上村 他们到村子边上一处独立的住户门前 这是赵克李家 赵家的门前呢挂着一把绝头 大个儿顺手把它摘下来 俩人发现这门是从里边插着的 他们合力一拽就把这门给拽下来了 进到屋里打开灯 赵克李已经从被窝里坐下来了 高个儿还是问有没有钱 赵克李先说没有 紧接着又说有 掏出了一百多块钱递了过去 大个儿问还有没有 赵克李说真没有了 刚说完脑袋上就挨了一下 紧接着 大个子把赵克李的妻子 六岁的儿子 十三岁的女儿和十岁的外甥 全都打饭在了床上 万幸的是啊 赵克李的女儿赵春林 在案发四十多个小时之后 被发现 那时候她还有一口气 送到医院经过抢救 脱离了危险 从赵克李家出来 两个恶魔反锁了房门 沿着村路走了二百多米 小个子突然拉着大个儿说 哎你看 这家好像挺有钱的 大个子发现 这家人的院墙啊 是砖砌的 院门是铁的 就拿着赵克李家的那把绝头 从院墙翻了进去 房门是插着的 她用力把门踹开 小个子奔向左边大屋 大个子走进了右边小屋 右边屋里住的是任运影夫妇 大个子二话不说 一掘头下去 打得任运影满脸是血 接着 把他们逼到左边的屋子里 左边屋里呢 住的是任运影的母亲 两个妹妹 还有两个年幼的孩子 为了全家的安全 任运影的母亲 拿出了积攒的九百七十块钱 他们又逼着任运影 拿出了家里的五千块钱 拿到钱之后 他们把这备照撕成布条 把全家都绑了起来 接着 他们把任运影还没结婚的妹妹 任玉杰逼到了右边的屋里 轮迁了她 在短短的十二天里 辽宁省的东南西北 接连发生十二起命案 死亡十九人 这是比东北二王持枪抢劫案 更加凶残可怕的系列案件 为此 1992年1月25号 辽宁省公安厅行侦处处长刘振江 把各个市的行侦负责人 都叫到了沈阳 六十多人研究一个系列案件 这在辽宁省还是第一次 1992年1月25号 辽宁省几乎所有县市的行侦负责人 都聚集到了省会沈阳 六十多个人研究一个系列案件 省刑侦处处处长刘振江 组织大家讨论案情 经过研究 大家都认为 十二起命案 可以并在一起 依据如下 第一 作案的人数都是两人 现场提取的足迹相同 都是一个人穿警用的棉鞋 一个人穿兰泥面粘胶底的棉鞋 被害人所描述的罪犯体貌特征 也都差不多 第二 作案人选择的时间都是前半夜 有几次是连续在一个村镇频频出手 选择的作案目标 基本上都是离铁路或者公路比较近 在村落的边缘或者是户数稀少的地方 第三 使作案工具都是就地取材 两名案犯没有枪械 但是身上有刀 一般是顺手抄起铁棒木棍 或者是砖头 斧子还有彩刀等等 第四 作案方式相似 基本上都是破门入室 进门之后 先把有反抗能力的男性打倒 然后威逼钱财 都是把被害人打倒之后就地取材 用电线晾衣绳或者丝成条的被褥进行捆绑 然后用被子盖上 一般是罪犯自己点亮灯找东西 对适灵的女被害人实施轮奸 被害人的伤口绝大多数在头部 有好几次 罪犯作案之后把门反锁上 然后骑着被害人的自行车逃窜 会议把这起特大系列杀人抢劫轮奸案 定为全省公案 代号125 1月27号 省公安厅两路人马同时出发去复查现场 一路直奔铁岭市昌途县 一路去俯顺海城盖县 通过询问有辨认能力的受害人 请他们认真回忆案犯的每一个体貌特征 还有作案的细节 认真听取当地政府和群众的反应 大年三十的当天 两名罪犯的体貌特征 以及模拟画像就传到了省内各地 高个子 年龄在33到36岁之间 身高1米78到1米8左右 体态魁梧 头发烫过有卷 方脸型 脸色较黑 大眼睛 双眼皮 连臀胡须刮得很干净 留着八字胡 曾经呢 穿着蓝色和黄色的套装 戴过棕色皮质 或者是蓝色绒线织的前进帽 矮个子 年龄大约在27到29岁左右 身高1米7 刮嘴脸 肤色较白 小眼睛单眼皮 两个上门牙呢 有缺损 曾经穿着蓝色套装 和黑底绿格的夹克衫 戴着泥面的八角帽 或者是黄绿色的麻绒棉帽 两名杀人犯的体貌特征发到辽宁各地之后 公安机关纷纷地提供可疑的线索 1月27号 昌土县公安局报告 该县东大乡五间村的韩某和赵某 跟这两名杀人犯的体貌特征啊 很相似 据说 韩某的个头在1米75左右 圆脸较胖 赵某的上门牙缺了一颗半 这两个人都曾经参与盗窃摩托车 省公安厅立刻到昌土县走访 了解到 这两名犯罪嫌疑人呢 都是高个子 牙齿特征 也和之前的两名凶犯不符 2月22号 公安干警到黑龙江省姬西市 将赵某亲获 经过审讯呢 他承认和韩某等人 合伙盗窃了17台摩托车 但是杀人的事 确实没干过 在发出罪犯体貌特征的同时 辽宁省全面清查了 关押场所的逃脱犯 和有案再逃的罪犯 政治上对现实不满 或者因为经济犯罪 被打击的嫌疑人 以及打击处理过的流窜犯 和刑满释放犯 刑侦人员也抓紧了 足迹指纹等等的查证工作 同时 各市县从晚上九点到凌晨两点 对各个交通要道 城乡结合部进行巡逻的时候 都强调 发现刑际可疑者 或者是两人共乘 或分乘自行车者 一律严加盘查 而案发地的工作做得格外的细致 盖县人民政府两次召开电话会议 部署春节治安保卫工作 县武装部动员了三千名民兵 在村与村 乡与乡之间巡逻 各地还加强了对公共场所 旅店饭馆车站码头等地的巡查 但是两名犯罪分子 自从在盖县1月21号作案之后 却突然的销声匿迹了 原来在任运影家 抢劫了一大笔钱之后 两个人暂停了作案 2月9号呢 就是春节 因此直到2月25号 在离清源县将近一千公里的河北桌州 两个恶魔才又出现 2月25号 桌州镇安四孙 22岁的张强和他的未婚妻孙丽华 俩人正在屋里躺着 突然有两个陌生人闯进来 大个子立刻逼住张强要钱 张强说没钱 大个子马上把他打翻在地 之后 他们从张强的口袋里翻出了90多块钱 又把孙丽华轮奸 再之后 把两人分别打死 2月26号 两个人又来到河北望都县 闯进了理发师赵大乱家 把赵大乱捆起来之后 抢走了250块钱 之后呢 他们又陆续抢劫了两个废品收购站 并且将个体户王同乐杀死 2月27号 凌晨2点 两个人闯入石家庄市东三教村 王志华家里 王志华被匕首逼住之后 大个子问他 旁边的屋里住的是谁 王志华说 住的是父母 还有两个孩子 大个子听了之后 叫小个子看住王志华夫妇 向北屋摸过去 这时候 王志华的父亲 王文杰 已经醒过来了 大个子进屋之后 叫屋里的人呢 都不要动 王文杰开始的时候 非常顺从 可突然间冲过来 抱住了大个子的胳膊 大个子手里拿着铁棒啊 在那挥不开 只能拿拳头打王文杰 这时候 王文杰的老伴 董炳杰也冲了过来 死死地抱住大个子 王文杰 趁机冲到外边喊人 大个子见王文杰跑了 给了董炳杰两棒子 赶紧拽着小个子逃出了门 这是他们作案以来 第一次栽了跟头 之后 匆匆地逃离河北 向山西而去 1992年2月28号 山西省杨泉市村民 王福堂家门口 出现了两个黑影 冲进屋子之后 王福堂夫妇惊醒了 抬头问 谁呀 大个子不说话 用砖头对准 王福堂的头上 就砸了几下 他的爱人张爱香 急忙向大个子扑过去 这时候 小个子照他的头上 也是挤砖头 紧接着就把匕首 扎进了他的前胸 王福堂的大女儿 王素芳听到父母的惨叫 跑过来一看 二老都倒在了血泊里 两个陌生人问他钱在哪 他赶紧把国库券 还有身上的六十多块钱 都交了过去 两个人呢 把他赶回了他住的屋子 刚一进屋 王素芳的小弟就大喊抓坏人 大个子抄起一个烙铁 砸在他的头上 王素芳的妹妹被吓得哭出来 小个子立即向他妹妹逼过去 小姑娘吓得赶紧收住了事 两个人把王素芳的弟弟妹妹 全都捆起来 之后把王素芳轮奸逃出门去 3月2号22点 山西省于次市大东关村 薛海生回到家里 进门的时候 他发现平时挂在大门上的锁没了 这时候 他听到屋里像平常一样 传出了电视节目的声音 他也没在意 就直接进了屋 一进屋 他看见弟弟啊 正在家里翻箱倒柜 刚要问怎么回事 头上就挨了几棒 一回头 只见两个用蓝布蒙着脸 只露出眼睛的人站在他身后 薛海生就问 我爸爸妈妈呢 小个子把他拉进里屋 掀开被子说 看看吧 快把你们家的钱都交出来 薛海生看到父母的头上都在往外流血 他大喊了一声 妈 小个子见状用刀直接顶住了他的喉咙 要往里边捅 大个子用火柜给他扒了开了 逼着薛海生为他们找钱 找不到就杀他弟弟 但是薛海生没有找到 小个子把他和弟弟妹妹全都捆起来 接着呢 对薛海生头上一阵乱打 然后和大个子骑上薛海生家的两台自行车 扬长而去 走了一段路 两个人呢 又停在了村民石润德开的小卖部前边 一前一后冲到屋里 石润德还没爬起来就被打死了 大个子向石润德的妻子张翠琴要钱 张翠琴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掏给了他们 大个子还嫌少 逼着张贵琴把小卖部的零钱 还有高档的香烟全都交给他们 之后 两个人就在石润德尸体旁边 把张翠琴轮奸了 你说这什么体格子 赶上咱们开始时候说的双桥老流氓了 发泄完了之后 这俩人呢 觉着有点饿 拿了葡萄酒和几个罐头 有说有笑的吃喝起来了 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之前被他们打昏的薛海生 这时候醒了 醒来之后 挣扎着把身上的绳索解开 他发现 弟弟和父亲薛成玉都已经咽了气 薛海生推了下门 发现被反锁上了 他跑向村里去报案 路过石润德的小卖部 看到了自家的自行车 靠在外墙上 他马上找到村长郝宝玉家 村长直接向公安局报了案 这时候呢 石润德的小卖部里边 这俩人吃喝一阵之后 觉得该走了 就在这时候 外面传来了一阵汽车的声音 两个人的脸 瞬间就变了色 门外 一辆警车停下来 三名刑警持枪跳下车 封住了小卖部的门口 一名刑警上前叫门 沉默了片刻 里边张翠勤回答说 没事 但是呢 他却没有开门 这很明显是有问题啊 刑警队员吴永明 上前推了一下 发现门没插着 而是 有人在里边顶着 三个人互相交换了一下颜色 两个刑警队员同时向门上撞 一下就把门撞开了 他们还没站稳 一个大个子 已经挥着铁棒冲了出来 另一个小个呢 也举着铁锤 还在后边 吴永明一把抓住小个子 却被大个子打翻在地 这大个子 眼睛都红了 抡着铁棒 就奔另一个刑警队员 毫无悬念的几声枪响之后 大个子的小腹 右胸连中两枪 他裂起一下 铁棒也摔在了地上 紧接着 他沿着公路 疯狂地向前跑 几名刑警啊 在后边紧追 追了一百多米 大个子突然拐进村里 飞身月上一堵 两米多高的院墙 然后就消失不见了 大家都惊异于 这大个子的体能啊 胸口小腹各挨一枪 飞身越过院墙不见了 这什么人呢 几名刑警追进院子里 发现呢 大个子翻过院墙之后 再也没有爬起来 倒在墙根底下死了 能半天回光返照 就在刑警队 追捕大个子的时候 小个子趁机给倒在地上的 吴永明来了击锤 然后爬上小卖部的房顶 朝相反的方向逃跑了 与此同时 辽宁省公安在本省 找不到凶犯之后 开始积极的到临省寻找线索 专案组特别提到 案犯可能是吉林人 因为第一起案子呢 发生在辽北昌土 再向北一点 就是吉林的四平 1月23号 辽宁省公安厅 把境内的特大系列杀人案 电传给吉林 黑龙江 河北和内蒙古四个省区 一呢是提醒这几个省区 罪犯的下一步目标 可能转向他们 二是想了解一下 这几个省近期以来 有没有类似的案件 但是各省均没有反应 一直到了三月中旬 吉林省公安厅 电告辽宁省公安厅 该省陶南市和榆树市 先后发生两起杀人案 和辽宁的系列案件 有相似之处 两省公安紧张地工作了两天 排除了这两起案件 和辽宁系列案件的联系 这时候 山西省公安厅来电告知 该省最近连续发生 三起抢劫杀人轮件案 两名案犯中的一名 已经被击毙 另一名逃窜 因为案犯操着 不标准的普通话 被击毙的案犯呢 胸脯上还有下山虎的图案 这个纹身 他们分析 可能是东北人 这是原文里的啊 我分析不是这样 辽宁省公安厅 来到石润德被杀的现场 从酒瓶上提取了四枚指纹 判断 可能是小个子留下来的 大个子的指纹 也同时被提取出来 经过核对 与府顺市顺城区两宗命案 现场遗留的指纹吻合 足迹呢 也与辽宁系列杀人案相吻合 相关的资料传回辽宁之后 公安部立即部署全省 查找失源 并且追捕逃犯 专案组分析 案犯是东北人无疑 极有可能居住在辽宁 但是呢 也不排除吉林 黑龙江 内蒙古和河北 因为 岸县的始发地点 是辽北的昌途县 案发的口音呢 是带东北味的普通话 被击毙岸犯的红色情侣背心 证明产地是辽阳市 主要呢 也是销往辽籍一带 岸犯穿的鞋 主校地也是在东北 岸犯被击毙的前胸 闻有下山虎 同时呢 还有复仇的汉语拼音字样 这多洋气啊 这纹身纹一汉语拼音 同时 左肩头纹有一只回头虎 右肩头纹有一个 嘴朝上的葫芦烟雾图案 你说要不他跑不了呢 背着俩老虎一大葫芦 活该栽到这 大家分析啊 一些不法分子 在煞血为盟的时候 经常会搞这些玩意儿 因此 两名杀人犯 很有可能有前科 同时 罪犯作案选择的目标 大多在城镇乡村的边缘 这显示出 他们有居住环境的习惯性 被击毙罪犯衣着破旧肮脏 手指甲脚指甲都很长 这表明 他们也似乎不是大城市里的人 但是 这两个家伙也不像农民 因为呢 在海城的一次作案当中啊 他们准备强奸一位二十岁的妇女 听这位妇女已经怀孕六个月了 大个子就骂 你们农村人 怎么这么小年纪就结婚呢 哎 甘情们分析啊 最大的可能 是城乡结合部的居民 省公安厅连夜翻拍 被击毙罪犯的彩照 八千七百份 发动了所有的社会力量 把一切能做的 基本都做了 可是 就没有一个有价值的线索摸上来 3月28号 辽宁省公安厅 把系列杀人抢劫轮奸案的整套档案 纵交吉林 黑龙江 河北和内蒙等省份 4月10号 经请示公安部同意 在沈阳召开了五省区联席侦查会议 4月13号上午10点 辽宁省公安厅接到了吉林省公安厅的电告 长春市公安局刑警大队资料员 查到了被击毙罪犯指纹档案 该犯姓名李刚 35岁 身高1米78 住吉林省辽原市西安区 该犯 1981年因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1988年释放 赶警立刻赶到辽原市 李刚的妻子贾素玲 李刚的岳父贾振昌 分别被请到了公安局 据贾素玲介绍 他们夫妻之间的感情并不融洽 他曾经还提出过离婚 但是遭到了李刚的殴打 春节前十来天吧 一个晚上 李刚突然回到家里 交给他一千两百块钱和一个金戒指 还有一个玛瑙的项链 给他买了两条裤子 给三岁的儿子买了一把玩具枪 贾素玲问他 这些天都去哪儿了 李刚说 跟别人一块做买卖 好像是跟一个姓谭的 贾素玲又告诉干警 三月中旬呢 一个姓谭的女人到工厂找过她 问她有没有从山西寄来的照片 贾素玲说没有 这时候呢 同厂的女工说呀 今天的信刚到 还在信箱里呢 贾素玲取回来一看 有两张是李刚的单人照 还有两张呢 是另一个男人的单人照 姓谭的女人说 这人呢 是她弟弟 就把照片取走了 大约又过了十来天 好像是三月二十号 那个姓谭的男青年呢 领着未婚妻来到贾素玲家 打听李刚回来没有 贾素玲说 你们不是一块走的吗 姓谭的说呀 他们一行四个人逛山西商场的时候 走散了 过个十来天呢 李刚大概就能回来了 另一边被询问的李刚的岳父贾振昌说 他曾经看到过李刚和一个小个子的合影 照片就在女儿手里 贾素玲承认 这张照片放在家中的箱子当中 干警立刻把照片取出来 贾素玲呢 又提供了他所知道的李刚的一些把兄弟的姓名 有姓尹的姓李的姓为的等等 辽元氏干警连夜行动 把尹某等人请到了公安局 尹某指纹鉴定之后被排除了作案嫌疑 他接过干警递过来的照片 看了看非常自信的说 这是唐燕萍姓唐不姓谭 但是呢 他又非常疑惑地说 我听说他还在监狱里呢 咋能跑到山西去呀 查阅档案有了结果 唐燕萍三十岁 身高一米六七 八一年四月因为盗窃 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因为在看守所里边啊 挖洞逃跑过一回 在劳教队又逃跑两回 前后一共加刑加了十年 后来又减刑三年 1991年八月刑满释放 现在在辽元市西安区 副国街二围十九组 凌晨两点半 干警们冲进了唐燕萍的家 没等他反抗 干警们就已经给他戴上了手铐 经过搜查 发现了唐燕萍作案时候 穿的衣服 抢劫的项链等等赃物 这时候 唐燕萍还不知道 李刚已经被击毙了 还埋怨说 是李刚 把他给卖了 据唐燕萍交代 1982年 他在劳改期间认识了李刚 李刚偷偷地闻了一只下山虎 他也学着在胸前闻了一条云中龙 91年底 唐燕萍出狱之后 两个人又纠结到一块 开始了血腥的屠杀 他们的第一波杀戮 集中在辽宁省 除了中间 在长春杀死那一人之外 第二波流窜到河北 和陕西作案 从1月10号 他们杀死聂喜春一家 到3月2号 大个子被击毙 他们前后作案 只有50天 可就在这50天里 他们残忍地杀害了 上至60岁的老人 嫁到6岁幼童在内的27个人 有14个人被打伤 9名妇女被他们轮奸 就在唐燕萍被捕半个月之后 3月29号 被他们奸污蹂躏的张翠琴 因为承受不了巨大的惊吓和打击 悲痛地去世了 7月9号 辽宁省清源县 一声清脆的枪响 唐燕萍结束了自己恶贯满盈的一生 李刚和唐燕萍 这两个人呢 都曾经因为犯罪被处罚 但是他们出狱之后 没有选择过正常人的生活 而是走上了更加疯狂的犯罪道路 最终只能是自取灭亡 所以我们下来就会有关系的犯罪 那么我们下来就会有关系的犯罪 但是我们下来就会有关系的犯罪